大家好,欢迎来到袍丁访谈室 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Mandy 我是节目主持人袍丁Sammy So 在我身边很幸福邀请到科技大学的长岩教授 另外还有罗先生 是罗先生是我们ERPA联席会议的指申顾问 是的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云运算靠computing 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 是的 罗先生,我知道你是各方面的专家 可不可以和大家讲解一下什么叫云运算呢? 好的 其实云运算,简单来说就是internet上的运算 意思就是说用户就是通过internet 背后有很多很强劲的机器提供计算和服务 用户完全不需要你过分 internet后面到底是什么机器 它只需要按需付费 它用多少东西呢? 它就给各个人的钱 这个新的运算模式来说 对现在的商业环境变化得这么快 竞争这么激烈的用户是非常重要和有意思的 我想问一下MC 以前我们2000年的时候 也有ASP Application Service Provider 又是Data Center 然后你可以遭用一些东西 按利用多少 按Demand用多少而收钱 和现在的科技上有什么转变呢? 其实苏先生觉得没错 的确科技在这里 之前是算在过的 是的 但是今时今日的运算 是有两个科技上的突破 第一个就是硬件上的虚异化 对 硬件上的虚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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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件上的虚异化已经十年了 很成熟了 而伺服器上的虚异化 是近一两年之内的时间 是做得比较好的 科技突破第一 第二个特别是网络 线线方面的改进 坦白说 2000年时 网络跟现在的虚异化 差很远 是粗很多 是的 所以现在在网络上 是运行比较複杂的软件 完全不成问题 是的 徐教授 我也想问你 刚才我们谈靠工具体 然后你们科技大学 作为香港高等的学校 然后怎么看这个情况 有没有开始 在这个课程里面有这个 有没有这个 topic 其实因为靠工具体 不管是在社会上还是大学 其实都是一个很热的一个题目 Hot Topic 那从我们C的情况看来 因为我们C的这个 主要的这个专业 就是Information System 对 那不可回避的要讲一下 这个Cloud Computing 那我们讲了 从可能从几个角度来讲 第一个就是从他这个 网络的这个组织情况 什么Client Server 这样的一个系统 怎么样来实现这个 那我自己呢 主要是从应运方面 对它比较关注 实际上明天我要上的课呢 其中一块 我明天要是讲 那个Next Generation Network OK 对下一代网络 但是下一代网络 我们就老讲 Anywhere Anytime 这种情况下 但是大家过去谈 只要谈记者 什么网络越来越快啊 无所不在啊 但是对于Business来说 到底有什么样的一种含义 或者有什么意义 我觉得Cloud Computing 也许是给了一个答案 所以呢我从明天呢 我在讲完这个 下一代网络的时候呢 我会请一个业界的一个专家 就是黄中翘先生呢 请他来分享一下 因为他我知道呢 我们今年去硅谷的时候呢 就发现他在硅谷那边呢 有很大的这个动作 他在硅谷呢 收编了差不多是七家公司 这些公司呢 都是做Cloud Computing 这个软件的 那么他本人呢 对这个软件 对这个Cloud Computing 充满了信心 嗯 所以呢我想明天呢 请他来分享一下他的经验 对 以Mandy呢 也就是说 现在学界呢 都开始关注这个混混算了 嗯 是啊 那看来呢 这个topic呢 在企业上面呢 都会很留下啊 那其实呢 会为企业带来什么的机遇呢 呢 简单来说 从两个方面来看 第一方面就是呢 那就是混混算 由于它 它将一些硬件 虚拟化了 那所以 如果我们有些 新创新的业务呢 需要转变是很快的 转身是很快的 那它提供的灵活性 是高很多 那第二个角度来说 对于企业的传统 应用来说 就 我相信那些IT manager 就会比较上谨慎 就是保安方面 那他们会开始 尝试一些Private Cloud 就是私有的 是的 那它通过这个私有云 其实它在硬件投资 和这个人员的联系方面 都有很大的幫助 那现在诺先生 那其实近年呢 网络保安都成为 大家很关注的问题 那其实呢 企业呢 使用混混算 又会面对什么挑战呢 那 诺 长话短说 讲得简单一点 嗯 其实如果我们要用这个混混算 那两个问题 是需要很重要的 第一个就是 要跟工业商讲得到 SLA Service Level Agreement 第二个就是保安的问题 保安的问题 当然细节上 我们今天讲到这么多 但有一件事 我想提醒一些企业 就是千万不要 第一句就是 这个是保安问题 我们就不想了 大家要这么想 就是 其实呢 到底在混混算上 哪个的保安安全 或者你自己家里的保安安全一点 就很难 就是据说话说完 所以反而就是说 我们看看就是 那个混混算公用商上面 那个administration 那方面做得好不好 这点来说 做一个客观和实事求识的评价 这个比较重要一点 嗯 嗯 徐教授 你对这个 network security 也就从学姐里面 看今天 科技一个发展到今天 那个network security 是不是可以顺应呢 我觉得security 其实从一开始 电话或者电报发明的时候 就是一个问题 但是我们就觉得 随着技术的发展 这个保安的技术呢 其实也是在摸高一指 到高一丈 就是实际上是一个相互促进的 对对对对对 所以最后我想 博安问题 那会得到解决的 嗯 那今集的时间差不多了 非常之多谢两位 和我们的分享 那下一集呢 亦都要有徐教授 和罗斯先生的分享 那他们呢 就会探讨一下 现在成终的意愿 开放而创新的 那多谢两位 那下一集再见 拜拜 拜拜